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前经过关闸 是不是收到这些垃圾短讯呢? 警方近日成功拘捕了三名幕后黑手 别以为他们个个人都是电脑专家 其实他们只是出来备搂的家用 司警2月23日公布 警方早前接获多名市民举报 说在关闸广场附近收到大量垃圾短讯 内容全部都是网上赌博之类的诈骗讯息 警方在2月22日采取行动 在三个单位里搜出8套危机站设备 包括电脑、天线、射频模拟器等 其中5套设备当时还在发放垃圾短讯 行动中警方又拘捕三名袁南籍女子 他们全部报称任职家用 其中两个人承认 几个月前在街上认识了一名中国籍男子 他猩猩有损资可以赚钱 但就要用他们的名字在关闸附近租房 然后还要帮忙经营危机站 事成之后每个月有5000元报酬 两个家庸听到有钱赚 立刻就财迷心笑 还介绍多个同乡一起赚钱 但哪有这么大的甲鸟随街跳呢 除了一个人承认收了11500元报酬之外 其中两个人就说至今一毫子都没收过 现在还要背上侵犯通讯的控罪 真是赚钱不成还被人找笨 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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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